激素是晚上8点到12点是一个生理性的高峰 往往您的孩子睡一下午没有用 他没有生长那个激素的分泌高峰 只是一个幅度很小的分泌 晚上分泌是白天的三倍 所以说小朋友一定要晚上睡好觉 对 然后您晚上睡觉 刚睡好一个小时 就是你白天分泌的一半以上了 因此呢 要跟这个生理性的高峰重叠 一定晚上每天睡觉之前打针 生长激素刺激着身体的生长 但是生长的速度 与儿童每天的活动不一样有关系 研究表明 人体一天的生长在夜间睡眠状态下脆弱 所以专家建议孩子尽量早睡 抓住生长管高峰 可虽然姐妹俩使用生长激素非常有效 但是这种药物价格也比较豪贵 每天注射需要的量相当大 如果要让姐妹俩达到正常身高 预计整个费用至少要三十万元 可这对于来自贫困西地农村的家庭来说 无疑是无法攀阅的障碍 难道就因为费用问题 让这对鼓励姐妹的长高梦 无法实现了吗 反正我根据他俩的身高和以后达到正常孩子身高的水平 三四年治疗的话 当时咱们最少计算的 至少两个孩子要三十万左右 我天哪 那三十万呢 对对 这还是最少 对 他还有其他辅助治疗呢 还有检查呢 各种各样的 这个数目对我们 你说真是一切要塌下来的 你别说对你们了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笔大数啊 三十几万好家伙 因为他们是对 比那个正常人的身高差的是太远太远 如果您说您差几个百个月数 那可能一年内居上 半年内居上 那这个费用要低得多 但像他们俩这种情况 又是俩人 那这个费用就是相对来说是高了 嗯 因为我们看这个孩子 当两个孩子 爸妈妈 妈妈很伤心的 两个孩子也非常的沮丧 觉得非常的 特别渴望很高 看他那种眼神 你就从心里觉得一定要帮他 改变他的人生 不说他这一辈子怎么办 就一米高 这对双胞胎姐妹是苦命的 但也是幸运的 当他们的命运在媒体上被报道出来之后 中国红十字会 矮小基金会 积极做出了反应 决定给他们提供治疗听费 一家药厂决定给他们免费提供 真身治疗所需要的生长激素 如今的这对姐妹 每天在家里坚持自己给自己打针 补充生长激素 期盼着早日有一个正常的身高 起碟补充生长激素 自己给我们免费